娱乐转圈圈 这部《梦幻西游》主要讲述的是一群游戏高手因为游戏中的一个bug而被卷入到虚拟与现实交叠的危机之中的故事不得不说听起来还是挺吸引人的但从官方曝光的剧照来看这部剧的造型是真的雷人该剧龚俊扮演的角色叫任意下游戏原型是剑侠客性格散播性格开朗 因为他的主题是真实与虚拟所以所有在剧中的演员都会在游戏中都会有与现代装相同的造型虽然龚俊的颜值在现但这个造型真的一言难尽啊别说网友了就连粉丝都免不了被劝退而且这部剧就在17年左右就拍摄完毕那个时候龚俊才刚刚接触影视剧可能他的演技没有现在那么成熟 和4年后肯定是会有点差别的这部剧的女主角是陈瑶提到陈瑶很多人都会感叹一句可惜明明颜值高可促性强但是资源却一直不好基本上出演的不是配角就是班底不强的戏 而且陈瑶的路人员一直不错比如《无星法师》这部剧中陈瑶饰演的大反派岳启罗成为这部剧的高光人物陈瑶不仅把这个角色的定交和邪气演出来了连颜值也和角色特别贴近 虽然这部剧也是多年前的作品了但是此次他和龚俊一起搭档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陈瑶的演技和颜值都还可以所以搭档起来还算扬眼你们期待这部剧吗欢迎留言分享哦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